俗话说,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为了增强民众防灾应变能力 今天上午,民间相公所 甲仁河村南投起之教养院场地 举行土石流防灾演练 共动员了17个单位 173人参加演练 艺人罗美玲也特地到场关心 民间相公所今天在仁河村举办的 这个土石流的防灾演练 那台湾在921地震之后呢 这个土质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松软 那尤其是民间相的人河村 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相里面 土石流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那这跟它的地形有关系 跟它的土质也有关系 所以便是说发生地震 或是说大雨的时候呢 这个土石流就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今天的这个防灾演续呢 也希望说能把灾害降到最低 就是多一份的这个防灾的这个知识呢 就可以呢 为这个生命财产这个安全呢 多一份的这个保障 此次防灾演练 模拟民间相受台风侵袭 所造成的灾情 各单位该如何执行灾害抢救应变 除了立即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指挥各救灾小组 议员卢美龙也表示 最近各地地震频传 请民众严防地震引发的土石流 最近呢这个全球的地震可以说是频传 那尼泊也发生了这个7.8级的这个地震 造成了这个很多民众生命的这个损伤 伤亡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 那地震发生之后 其实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灾亏会连续的发生 那地震之后造成这个土石的松软 比如说土石流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害 所以也希望说民众呢 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呢 多一份的这个保障 议员卢美龙呼吁乡亲 平时做好防灾准备 万一灾害来临 能将灾损降至最低 民意新闻简易分民间采访报导